再来关注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最新进展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 也就是北京时间4点半左右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决定 批捕深陷干政事件的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昨天李在荣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问询 在经历了持续8小时的问询之后 离开法院又前往首尔拘留所 等待法院对他逮捕令的审核结果